明天北農河環南再一次大規模篩檢 加上疫苗施打後滿14天 市場也將一化管理 是否代表批發市場的感染危機已經解除 這個萬華地區這個批發市場這個案子 雖然當時出現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不過也因為那個 我認為戰略戰術還是按照科學去處理 所以幾天後就 大概就控制下來 所以這個 聯合前進指揮所7月10號 中央就已經宣佈解散了 所以當時大概就判定是可以解決 批發市場 他相當複雜而且流動性 而且幾乎牽涉到全省 每個縣市都來這裡買賣 然後那個又跨縣市 雖然在這裡上班 可是根本就不住在這裡 跟那個苗栗那個 那個電子廠那個困難度差很多 所以 我們先做一個快篩 5千的 然後沒有陰性證明的不准進場 然後再就 1萬4千名的 疫苗給他打下去 然後再因為這疫苗打下去要14天上發揮作用 所以中間 再做了一個1萬1千人次的 大規模PCR 這次 明天其實算是再檢查一次 所以先做1萬1的 再做一個大概4千多的 明天大概估計也是大概做到3千多大概快4千 所以 這次給我們一個經驗 一個危機出現 那就用科學的方法 戰略邏輯 不管不管他叫什麼 說關門打狗賽不好意思 應該叫口袋戰術 這以後可以寫教科書 一個一個用一個 一個邏輯的方式去把它解決掉 不過這個 因為這個 聯合前進指揮所已經解散了 所以大概這危機算是解除了 今天中央公佈的本體案例 台北市有10個 那我們現在已經因為數量少你知道 我們不要有力氣去做 更精確的那種疫調你知道 所以我們正在觀察這個禮拜 看是不是可以 很Dramatic 很明顯的減少 所以這個禮拜是一個 很重要的觀察期 到底我們疫情是不是 在控制之後你知道 到底是有沒有機會 徹底見面你知道 我想在 這個禮拜大概就知道效果 特別是我們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加護感染 因為批發市場的感染 我認為我那個 大規模打疫苗的戰術 應該是有效 因為明天我們在環南市場 還在做一次PCR 因為要做2000多個 所以再掃一遍 就可以知道說到底 那個效果 我們在打疫苗的效果 是不是已經可以發揮了 應該到10月 我想再慢再慢 10月應該台灣還是會有 大量的疫苗可以打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如何撐過7、8、9這三個月 那麼 按照每天本土的案例看起來 現在最重要還是在雙北地區 我想這是連動的 大概 台北跟新北會連動 因為這鎖住生活圈在一起 你知道 所以大概我現在策略是這樣 如果以台北來講 每天只有兩個 不明原因的 感染源的 我們是不是就 發很大力氣去追殺這兩個 如果有辦法把它徹底 剿滅的話 也許 也許是不是可以 達到類似清零的效果 然後 我們就用最低的成本 你知道 就是我們還是慢慢 那個解封就很慢的放 慢慢放 然後就撐到 10月 大量疫苗可以打 也許這是 在目前我們的策略應該是這樣 你